一道巨大的翠平,绵延耸立在成都平原西南, 遥望弯曲柔美的山体轮廓,犹如少女的峨眉。 在中国的地质演化史上,很难找到像峨眉山一样经历了多次海路变迁的土地。 大自然亿万年间的雕刻,诉就了今天峨眉山的雄秀神奇。 一山有四季,十里不同天。 海拔3099米的峨眉山,从山顶到山脚,有寒带、温带、热带三种气候, 已仅有154平方公里的山体,坐拥中国最完整的森林垂直带, 以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。 这里是3200多种植物,2300多种动物的乐园。 山林中辖耳闻名的藏迷猴,被称为空谷林猴,他们天性活泼好动。 相传春秋时期,峨眉派的开山祖师司徒玄空,模仿灵猴创出峨眉通壁权。 道光剑影的峨眉传奇不止在深山中,也出现在小说、影视剧、动漫作品中。 而今,一位身手不凡的峨眉女侠从传说中走到了现实,点燃了许多人的武侠情节。 四岁习武,十岁加入峨眉派的林云,以创新继承传统,用真功夫打破偏见。 在互联网时代,打出一片江湖。 峨眉武术,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象形山种,峨眉山嘛,可能动物比较多,它的重点就在于象生物的形态学习。 峨眉武术和其他门派不一样的地方,把各地的武术特长容纳在我们峨眉武术之上去做创新。 峨眉武术,攻守灵活,刚柔并济,如同峨眉山一样,海纳百川坚收并蓄。 峨眉山如、世、道、三教交融,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和人文精神。 飞隔流丹,金顶绝壁。 峨眉山众多建筑、石刻、书法、绘画等展示出佛教文化的浓郁气息。 自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后,峨眉山便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圣地之一。 隐胜时期的峨眉山佛寺多达两百多处。 从京顶远眺,云海泛涌,风乱隐约。 千百年来,无数僧侣莫刻来自朝圣游览。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峨眉山的自然景观与文化内涵有机地融为一体。 今天的人们走进峨眉山依然可以领略到空山鸟语,幽谷花香,仿佛超然于尘世之外。 自然景观与文化,仿佛无数地的纽纨 coinc готов。 次自然景观与文化中,仿佛四季、仿佛四季亚的川头右上右上边。 今天第一个 Vegan大陆语,幽谷花香,仿佛四季,将其他人文化以来自过二十万多分之一。 大陆语,幽؛四季迺康处理,幽邦五小时,仿佛四季小时。